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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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护结构的强钢纹 还有就是咱们的横称不得妨碍下管和纹管 对于钢板装的轴线位移不能超过5公分 还有垂直度要小于等于1.5% 对于回田 回田首先不能带水回田 回田要密室 回田土压制度应该符合设计要求 回田应该达到设计高层 表面应该平整 还有就是你回田的时候 这个管道还要付出购注 是没有损伤沉降还有位移的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这里面介绍的一些个词语 都是好理解好判断 包括案例当中如果出现了 我们能够给它辨识出来 这个有问题就行了 包括它要符合的一些个标准 都是很好懂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环节 需要我们熟悉开槽施工管道质量验手标准 这里面内容就比较杂了 杂而乱 来看一下管道基础 基础还是承载力的要求 检查地基处理强度的承载力检报告 还有就是下面第二点 就是基础的强度 还有砂石基础的压实度 要符合要求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管寒 它整个示意图 下面是有咱们整个地基 电层 上面是有一个管机的 咱们在做上面的混凝图管 是之前要有一个基础 交注起来 那么做完这个 把管道给它放上去 管道做好了之后 再把这个基础 这个管座 这个管座给它交注好 这是他们一个顺序 先做基础 上面放管 然后交注这个管座 这是一个顺序 再来看一下后面 就是焊接 对于钢管而言 焊接之前应该检查 钢管接口位置的破口形式 组队间隙 还有错边量 这些项目 当然我们后面介绍 供应管道 还有燃气管道 它涉及到一些 钢管对口检测的环节 是更为全面 更具有可考性 这块了解一下就行 那么多层焊接 应该对层间进行清理 并应该进行外观检查 然后清除确渐之后 再进行下一层的焊接 这很好懂 然后连接法兰之间 这个要保持平行 允许偏差呢 不大于法兰外境的千分之1.5 这个要注意啊 千分之1.5 且要小弦于2毫米 包括裸孔诸锡 允许偏差应该为孔径的5% 再来看防腐 看完焊接 紧接着就是防腐 那么水泥沙浆 它的这个强度 可爱强度要复合要求 且不得低于30兆帕 那么这是可以作为防腐层 那么还要呢 像液体的还养涂料 它作为这个防腐层啊 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平整光滑 无气泡 无划痕 没有硫糖 这是你涂的时候 你不应该存在这些个情况 这个无硫糖的现象 要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那么水泥沙浆 防腐层的这个厚度 要符合要求 再来看后面 这个钢管外 钢管外防腐层 要符合什么样的规定呢 这块有很重要 我建议同学们把这块背下来 外防腐层的厚度 咱们刷 刷漆刷多厚 然后电话话讲漏 能不能给它检测出来 有漏点 一旦有漏点的话 肯定击穿 那提示出来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粘结力 这三个要素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把它给背下来 跟钢管本身的一个粘结力 别到时候剥离开来了 那么刷漆刷不上了 那块有问题 还有这个除锈 钢管表面要除锈的质量 再来看后面 就是球末铸铁管接口 那么这个球末铸铁管啊 很多就是采用这种成插口的形式 这边是成口 这中间的是这个插口 这个就是插口 再来看 这边是法兰连接 那么成插接口连接的时候 两管节中线的轴线应该保持通心 成口插口部位 无破损 无变形 开裂 这个插口推入的深度 应该符合要求 别到时候中间出现了空隙 出现湿漏水 那么第二点就是法兰接口 这块 那么插口与成口法兰压盖 它的一个纵向轴线应该是一致的 包括你拧螺栓的时候 这个中顶的扭矩要符合要求 橡胶圈 橡胶圈这块啊 是对于咱们成插口而言的 内部 那么相互一怒 中间是防止湿漏水 用橡胶圈 不得出现扭矩 还有这个外漏 对于钢筋混凝度管 还有预应力混凝度管 还有预应力钢筒混凝度管 这个接口应该符合下来要求 就是柔性接口的 这个橡胶圈 这个位置 安装位置要符合要求 钢性接口呢 这块呢 就是两个接口的一个划分 柔性接口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咱们这种橡胶圈为代表的 那么它的这个节点啊 这个接口的部位 可以允许一定的变形 那么对于钢性接口上水泥母带 那么它是属于钢性的 一旦出现较大的一个变形 那么水泥母带它肯定就裂了 所以这个不满足要求 这是钢性接口 它的强度 宽度 厚度要符合要求 再来看后面 化学性材管 那么肯定就是电容和肉绒了 那么这些要求呢 首先是对接错别量不大于管材壁后的10% 且不大于3毫米 这块呢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吧 前面介绍过 咱们钢管 焊接的问题 这块呢 应该是不大于管材壁后的多少啊 应该是20% 且不得少于什么 2毫米 咱们这块呢 可以形成一个对比 还有呢 检查就是容汉连接工艺实验报告和焊接罪指导书 检查容汉连接施工具6 还有就是容汉外观质量检验记录 焊接力学性能实验 简单报告 大家看后面 管道辐射 钢性管道 无结构贯通裂缝和明显缺损的情况 需要不能有这些情况 然后容性管道呢 这个管壁不出现这种纵向 纵向隆起 还有环向扁平和其他这种变形的情况 那么对于管道辐射啊 安装必须要稳固 管道安装后应该现行平直 要直顺 这是对于几排射管道而言 而我们后面啊 这个燃气管道 它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燃气管道呢 它的这个铺设来讲 需要满足两个字 就是蜿蜒 这个词相对来讲不太好写 二线当中啊 这个内容 点到了 燃气管道如果它平直的时候 内部的硬力太大 那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 稍微的 这样 就是当然我们随着 这个 长度越长 它这个弯曲的 度不用特别大 但是我们总体来讲的话 它是这种蜿蜒的状态 这和它们的一个区别 好 来做一个题 聚吸管 接口容汗 连接检查的资料有什么 我们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对 通过一定的技巧 公益实验报告 没问题 还有作业指导书 没问题 然后力学性能检测报告 也有 施工记录 也有 而专项施工方案呢 错了 没有 咱们如果抛开这个问题 直接看选项 能够捋清楚层级 哪一些层级是比较同级别的 哪个层级比较或高或低的 很显然我们这个专项施工方案 未免有点过高了 而里面其他这些内容啊 向来讲都是比较细化一点 这就是层级之间的区别 而我们这种题目补充型的选择题 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技巧来做对的 没有异选项 好 咱们总结一下 首先呢 土石方与低基处理 低基处理 这个不扰动 受水浸泡或者受冻 生态力压实度 还有厚度要符合要求 支撑 它的方式材料 强度高度稳定 横秤不得妨碍下管 那还有这个纹管 对于回田 污水要做到密室 压实度要符合要求 高层要满足要求 还有不能出现损伤啊 沉降啊 位移啊 这些呢 是学大家中间掌握内容 那么后面 开槽施工来讲 相对来讲有点杂 那么管道基础这块 要满足承载力 混凝土基础 要满足强度要求 还有砂石基础 那么它的一个压实度 要满足要求 钢管焊接之前检查的项目呢 就是POK的形式 组堆间隙 还有错变量 那么钢管内防腐 水泥插浆 有个要求 大一等级三十条帕 厚度要满足要求 还有呢 就是涂料 要平整光滑 无气泡 对于外防腐呢 就是厚度 电话简陋 还有粘接力 当然不要忘了 就是除锈 除锈 对于钢管的一个除锈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混凝土管的一个接口呢 是分为柔性接口 还有钢性接口 柔性接口 像橡胶圈 它的位置 安装的位置 要满足要求 钢性接口 水泥沙浆抹带 那么它的这个强度 宽度 还有这个厚度 要付了要求 那么化学检材管 这个溶接检查 工艺实验报告 还有作业指导书 以及施工记录 还有外观质量 检验记录 以及这个力学 性能检测报告 这些都是偏 就是检测 指导性文件 检测方面的 这块呢 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最后呢 就是管道辐射 刚性管道 那么无结构 贯穿裂缝 和明显缺损 还有柔性呢 柔性这块的话 就是管壁 不出现纵向的隆起 环向扁平 一定要注意 刚性和柔性之区分 还有刚性接口 和柔性接口之区分 它们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关于咱们 几排式管道 质检的环节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呢 咱们直接进入到 柔性管道 回填 施工质量检查预计手 这里面涉及到 四个核心内容 那么第一个呢 是熟悉 回填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个 回填作业 让我们掌握住 第三个熟悉 质量检验标准 最后呢 是掌握 变形检测 与钞标处理 好 首先呢 带着大家 再回顾一下 什么是柔性管道 那么对于钢管 柔性接口的 球末柱接管 要注意啊 如果球末柱接管 采用其他的一些连接方式 那么有可能 不把它换入到 这个柔性管道的一个范畴 是柔性接口 球末柱接管 还有化学建材管 塑料管 这些呢 是柔性 那么 回填前的准备工作呢 检查 之前说过啊 大于800的管道 那么 里面啊 要加上数项的支撑 防止它出现变形 现场时间段 长度应该为一个景端 或者不少于50米 按设计要求 选择回填材料 特别是管道周围 回填需要采用的是中粗纱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咱们中粗纱这个材贯 贯穿整个柔性管道回填 为什么不能用土啊 或者是一些石头啊 为什么非用中粗纱呀 很多同学 知道用中粗纱 但是不明白它的原因 中粗纱呢 它将来讲比较密实 那么出现了水的话 它也能够利于排水 那么后期的话 它也不会出现 过大的一些沉降 那么受力来讲的话 承载力来讲 都是能够满足一定的要求 又具备一定的柔性色彩 而对于石头 那很显然一个就破了 硬力集中了 对于我们的管材损伤很大 虽然它承载力 相当来讲比较高 但是不行 但是那个回填土呢 回填土 它就容易产生硬力释放啊 时间久了 容易塌陷了 所以土和石都不行 我们用材料是中粗纱 在中间的范畴 这块呢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按照施工方案的回填方式 进行现场实验 以便确定压实机具和施工参数 再来看后面 回填作业 这块呢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对于回填 管道两侧和管顶以上50公分范围内的回填材料 应该由沟槽两侧对称 对称来进行入槽 不得直接扔在管道上 你别到时候一边一推管道 位移了 对不起 不能集中推入 还有第二点就是管机有效支撑角范围 应该采用的是重粗纱来填充密室 又是重粗纱 以管壁紧密接触 不得用土或者其他材料来填充 这里面涉及到有一个有效支撑角 这个支撑角其实是2α 这是设计当中给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范畴 但是为什么有加个30度呢 这块是把整个施工现场的一些外在环境 一些其他因素给它考虑进去 一个负义量值 所以说咱们在算这个有效支撑角的时候 都是2α加上30度 这么一个范畴 它用这个中粗纱这边来进行回填 支撑的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部位 再来看后面 管道半径以下回填时 应该采取防止管道上浮位移的措施 回填作业每层的压实变数 压实度要求压实工具 虚不厚度和含水量 应该经过试验决定 大家看到这些是不是似曾相识 咱们讲陆基 陆基填柱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口语叫 育成虚扑聚方便 育成量值 这里面什么没有 没有育成量值 虚不厚度有 聚方便 聚工具有 方呢 压实方式这里面没有 那么变数 变数这边有 还有这个多了一个压实度的要求 其实都有 这块一定要注意 咱们形成一个鲜明对比 那么回填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回填 气温最低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么想想 气温最低管道属于收缩 咱们这个回填的这个量 你这个是最大 最密实的 最密实的 那么从管道两侧 同时来进行回填 同时来进行夯实 那么管底基础部位 开始到管顶 50公分范围内 必须采用人工来回填 这块呢 是要求慢工出细活了 那么管顶50公分以上的部位呢 可以积聚从管道轴线 两侧不能正上方 要两侧 来同时夯实 那么待会咱们会看到一张图 压实度的一个数值 你就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点 管道的正上方 并不要求很高 因为怕把管道给压坏 每层不大于20公分 这块呢 要给它记住 这个数值很关键 那么管道位于软土地层 以及低洼 沼泽 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地段 那么回填 要先用这个中速纱 将管底夜角的部位 来填成密实 因为这块 你填成密实了 我们可以达到初步的稳固 然后再用中速纱 分层来回填 这个管顶以上 50公分 这么一个范围 再来看压实 填完了就要压 那么要两侧对称压实 不得让管道位移损坏 然后如果标高不一致 很多的一些沟槽 会涉及到这种形式 那么这边有个管 这边有个管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先回填 基础较低的沟槽 然后再回填较高的 这是标高不一样的 那么采用轻型压实设备的时候 应该横横相连 采用压路基石 你压的一个重叠的宽度 是不得小于20公分的 这是很典型的轻型的压实设备 横横相连 别漏横 再来看质检 质检的话没什么可说 回填材料 每1000瓶取氧一次 然后沟槽不得带水 回填应该密实 那么回填度的压实度的要求 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我刚才提到了 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管道正上方 这个85% 正负2% 这个压实度的要求 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防止压坏管道 这块咱们怎么计呢 计就计特殊一点的 管道两侧都是95 正上方85正负2% 其余的都是90 其余的都是90 那么我们回填的一些个材料 全都是重双杀 那么这块 大家防止它出现一些 这个案例题 确实有点偏 但是我们技巧一定要注意 两侧95 正上85 那么正负2% 还有剩余的就是90 再来看 变形检测 那么柔性管道回填到设计高程 应该在12到24小时内 测量并记录管道的一个变形率 变形率 那么变形超标的处理 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 有不同的方向 对于这个钢管或者球磨铸铁管 变形率大于2% 小于等于3% 化学线材管大于3% 小于等于5%的时候 这种情况比较轻 比较轻 那么下面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 影响比较严重 已经大于3% 这个化学线材管已经大于5%了 那么这块直接挖出管道 会从设计来研究决定 这块我认为不大会考 重点还是围绕着这个环节 那么它分为什么 最开始要挖出管径85%的地方 其实也基本上管道快漏出来了 85% 然后管道周围 应该人工挖掘 避免碰到这个管壁 挖出来之后呢 该修修 该补补 该换换 然后呢 要三重新 重新航实 重新回填 重新检测 这是三重新的原则 千万不要落下了 好 下面咱们做一道案例 A公司成建中水管道工程 全长的是870米 管径是600的 那么发生了一件事 质量员发现了 个别管道 这个沟槽 性腔回填存在 采用推土机从一侧 直接推到路槽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对的 让施工队停工了 问题 问到大家 这个事件 施工队不当施工 可能产生的后果 并写出证据做法 很显然 你这个管沟槽 你由一边 直接这些土质 推进去 那么这些土质 碰撞了这个管道 那么对它造成的影响 还是比较直接的 有可能出现了 这些个位移 有可能我们整个 这个沟槽 它失稳了 那么轴红太大 出现了滑坡了 所以说我们锁定的对象 可以管道本身 可以外界的整个边铺 来看一下 沟槽 踏方 管道位移 还有管道变形 或者不均匀沉降 那么正确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的 两侧对称入槽 不能一侧 这个推入槽内 那么还要注意呢 就是管道回填 应该从管底 基础部位 开始到管顶上面 50公分 要人工对称 分层回填 所以咱们讲了这么多 很多内容 那些关键词 要么对称 要么 这个 均匀 还有压实 航航相连 等等的一些措辞 其实很好理解 如果出现了一些改错题 一定是白送粉的 千万不能丢 要分层填 分层压 等等这些原则 好 下面咱们进行简单总结 那么准备工作 管道 这个检查 内径大于80的 要设数项支撑 然后试验段 一个颈端 或者不少于50米 那么 这个确定 压实机具和使用参数 那么回填的要求 对称 那么回填的话 中刺刹 有效支撑脚这块 那么 七分之低的时候回填 管点50公分以内 人工50公分以上 两侧同时航时 每层呢 是不能超过20公分 对于压实 管两侧对称进行 然后多排管道 基础底面 高层不同的时候 先低后高 对称压实 航航相连 腰肉机碾压的 重叠宽度 要大一等于20公分 那么再来看后面 就是对于情况比较轻的 漏出85% 修复 更换 三重新 要注意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如果严重的话 就要挖出管道了 要回头设计来 已经就决定了 最后 这个检验的标准这块 管两侧 95 那么管上方 50公分以内 且大一等于 一倍的管径的话 那么是85到正伏2% 其他的呢 就是90% 还有注意 这个用重促杀 回填 有效支撑脚 其实这部分内容 基本上就涵盖了 刚才讲到的 所有重点内容 大家回去后 一定要把这个 白点通关的内容 反复的覆盘总结 如果你能够 回答出来 就是 黄色字体后面的内容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好 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